举配给了孟革步路 但目前并没有召集兵族征收军粮 坐吧 谢大哥 看起来 不养谷这只老狐狸 果然是要坐山观虎斗了 大哥分析得没错 不养谷一定是在等待 我们跟哈达开战 之后他好坐收渔翁之礼 恐怕我们这次还真得随了他的愿 哈达和我们同在东面 不把这颗钉子拔掉 以后我们要向西边打 他势必会与他人形成合围之势 撤住我们 只有彻底解决哈达 把整个东部都收入我们的囊中 以后再要行动 才不会有所顾虑 大哥说得是 大哥 我们的军粮 现在还过全军用五天的 这些日子 我再抓紧时间征收一些 做得好 还有 大哥 还有一件事情 说 哈达在和我们结盟的时候 从送来一杯福禁给大哥 哈敏的事 我自有安排 好 好 驾 儿臣给阿玛请安 起来吧 以前听霍尔汉说你精通剑术 我还没放在心上 今日得剑果然是厉害啊 你这三剑连发的绝技 真是让人叹没观止啊 阿玛过奖了 咱们爷儿俩许久没有好好地说过话了 骑马射箭之事 楚英最为喜欢 往日无论谁在这练剑 他都会跟来鄙视一番人 今日怎么只有你一人 楚英呢 大哥公事产生 整日忙于政务 不像儿臣这般 素来咸云野鹤 无所事实 你是在怪我把事情都交给了楚英 忽略了你 阿玛误会了 儿臣并无这个意思 别瞒我了 我知道 你今日与楚英之间有了些嫌隙 但是你要知道 兄弟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 当年我讹你去世之后 就是靠着你三叔和我 相互扶持 相互帮助 才渡过了许多难关 取得了今天的回望 阿玛 您说的这些儿臣都知道 儿臣一直真心实意为了大哥着想 才会担心大哥 以大哥的雄才大略 将来必定是统领女贞之人 而现在 大哥有些鲁莽 以心只记挂着战场之事 可治国不必打仗 需要更多的权衡利弊 用人 义士都更需谨慎 所以还请阿玛 多给大哥一些历练的机会吧 说得很有道理 没想到你心思如此细腻 那你觉得这个机会 什么时候最合适啊 阿玛 儿臣听三叔说 用不了几日 阿玛就会亲征哈达 儿臣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大哥镇守赫图阿拉城 也正好可以锻炼他 监理政务的能力 嗯 是个好主意 只是战场上少了楚英 阿玛 您刚刚说 没想到儿臣的剑意惊人 那么请阿玛 给儿臣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您若真觉得儿臣是可用之才的话 为您一同女贞的大业 而臣将来定会 竭尽全力 好 难得你有这份心哪 我就给你这次机会 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的能耐 谢阿玛 可可可口蛋想吃碗酸汤子 你快去小厨房准备一下吧 是 还有你 没看到这道春寒 把可可手都冻坏了吗 还不快去烧个暖炉来 奴才这就去 是 葛蛋 这段时间我四千想后 我想通了 那努尔哈赤 她表面上对我钟情有加 但说到底 还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 她有她的考量 恐怕 她是顾不上咱们了 咱们若不想一辈子 留在这哈达城 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可可您吩咐 我都听您了 你明日 准备两套普通名副的衣服 可以破一点 脏一点 到时候 我再支开乌西哈他们 咱们趁关城门之前 半场名副混出去 护轮爬达不备了 孟格不露 擅自撕毁于我建州部的盟约 与护轮夜赫部暗通款取 意图不轨 并掠走我已聘之女 夜赫拿拉布喜亚马拉 天理难容 此次我亲征哈达 天神在上 助我得胜 以昭天命 姝尔哈齐 在 你带骑兵一千 做先锋部队 是 孟盛汉安废阳谷 在 你二人带兵五千 负责左路 是 合格里 俄裔都 费营东 在 你三人带兵五千 负责右路 是 是 带山 你三人带兵五千